哈喽小伙伴们大家好 我是豆豆小师弟 今天玩的这个地图叫做 快剑房 巨型突变僵尸来了 哎呦 一出生 这背包栏里面 已经有这么多的武器了 这里面有宝剑 好天锤 魔刀 火箭筒等等等等 可惜都是需要看广告的 没有一把可以用的呀 那咱们还是赶紧来搜刮一下储物箱吧 这里是15 应该咱们是用不上的 哎 这边有饺子 先把武器装备也扔了吧 然后搞一些饺子吧 哇塞 还是房主箱好啊 里面有武器装备哦 全部拿上 然后上面这些 都是僵尸的生物弹哦 那咱们才不要拿了 我才不会傻到把僵尸放出来打我吧 这边是家具类的 咱们好像也用不上啊 不拿不拿 哦 有电路陷阱了 那必须拿上一些 现在东西咱们都拿好了 然后这出生地 也太简陋了吧 所以我准备用复制方块 把荧光精块给复制出来 把整个出生地都给围起来 哎 反正是有复制方块 所以材料还是充足的 所以这次的围墙 咱们为后一层 方便我站在上面打僵尸 弄好围墙以后 我本来想在外面 再弄一两圈地式陷阱了 可是没想到 僵尸已经出现了 哎呀呀 糟糕糟糕 被取弄了 好痛啊 赶紧溜进去 哎呀嘛 跑不进去 直接被打死了 哎 刚好挂掉以后 商店就撬出来了 那赶紧先买一个火箭背包吧 然后再看一下武器 再买一把火箭筒吧 嘿嘿 有这两样东西 应该可以扛得住僵尸的进攻了 哎 什么情况 怎么有僵尸可以跑进来了 那就先用我的狙击枪 把你给干掉 啊 糟糕糟糕 这边也有 他们是怎么跳进围墙的呀 那我估计 应该是我外面的陷阱做错了 让他们有垫脚的地方 可以跳进来 呀呀呀 这里面总算是清理干净了 不过这周围 好像会有源源不断地跳进来呀 我哪个去了 这些老铁 好像攻击力还不错呀 而且 我的狙击枪 好像一发子弹还干不了他们呢 嘿嘿 那我赶紧来吃一个饺子压压筋 尴尬尴尬 一变大就被干掉了 那咱们得拿出杀手锏了 拿出刚买的火箭筒和火箭杯吧 然后立马飞到天上 用火箭筒炮击他们 我嘞个去了 这杀伤力有够猛的呀 这些僵尸 一下子就被炸得稀巴烂了 可是可是 消灭他们的同时 我也把自己的窝给干掉了 这火箭筒的摧毁能力 也是杠杠的呀 只剩下中间的房主箱和出生地 安然无恙而已 其他地方的话 包括防御墙 已经是产布人堵了 现在有这把火箭筒 估计僵尸也靠近不了我们了 来多少 咱们就轰炸掉多少 最后 巨型突变僵尸也真的来了 我本来是想着用狙击枪 把它干掉就行了 但是飞在天上 很难瞄得准啊 哎呀 那没办法了 老铁 我只能用火箭筒了 哎呦 这老铁 好像有点厉害的样子哦 火箭筒的攻击 好像对它不奏效啊 哇塞哇塞 皮够厚的呀 我这么猛烈的攻击 它居然没有挂掉 最后 我把这巨型僵尸 逼到了这边缘 把它炸到大坑里面 应该上不来了 哎呦呦 好像还想挣扎上来哦 那我就不客气了 继续轰炸 不过说真的 这个僵尸的皮 真的有够厚的呀 到目前为止 这应该是我遇到的 最扛咒的一个僵尸了 不过 就算它很扛咒 应该也抵挡不住 我这火箭筒的猛烈炮轰吧 哎呀 累死我了 总算是把它给干掉了 那本期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喜欢的小伙伴记得 点赞留言关注哦